今年的加州彩券局为了赢12年 是特别推出了有三款的新版彩券 而最高奖金一个人是可以读得600多万 不妨前去 试试运气 2013年才刚开始 加州彩券局立刻推出全新的呱呱乐 看成要大家得奖后 从此校园大开展开幸福人生的彩券 这些玩家幸福的人生 这有四种 一块钱的 两块钱的 五块的 十五块的 一块钱最高的奖金是 一个星期五百块 就可以领涨25人 两块钱的是一千块 一个星期也是25人 五块钱的 两千五百美金 一个星期也是25人 最高是十块钱的 一个星期五千块也是25人 加州彩券局一口气推出三种新款的彩券 要华裔民众在迎接农历春节来临前 一试今年的首期 1月28号开卖的幸福人生彩券 四种颜色分为一元 两元 五元和十元 得奖的民众最高可以领到六百多万 不过得分25年领取 一年大约可以领到24万美金 另外已经开卖的12年 呱呱乐一张卖一元 奖金最高也能拿到八百元 在外人区我们的新人农历人 卖的最好 大家很多人就买很多 中招礼物送给人家 好像你送给我五块钱 你给我想干嘛 你不够我出一个午餐 你给我五张提卡 我很快乐 哇 我有中招礼的机会 我们领受了礼物的感情 的感受不一样的 去年加州彩券局官员 就决定将威力彩球 带到加州 今年确定将在4月8号开卖 也让加州人可以试试他的威力 尤其是曾经创下最高奖金 5.88亿元 让不少加州民众 已经开始跃跃欲试 我们在4月8号 将会有一个新的那个 game叫做Powerball 它一开始就40个million 每一张票是两块钱 到时将会有45个州 还有它每天是在礼拜三 礼拜六开奖 每年加州彩券局 都会推出不同生肖的彩券销售 让不少华裔家庭 在准备采购年夜饭餐药时 不忘到彩券行购买一张呱呱乐 试试今年的财运 同时在除夕夜晚上 红包里要是多附上一张呱呱乐 也能够当作春节余性活动 炒热团圆夜 中文电视采访报道